一進玄關就可以看到 你要營造公共空間 比較低調 華麗的質感 但是我知道啦 當初這個地方應該是空的 所以這個格局的部分 是你做出來的 對 原本這個公共空間呢 這個地方都完全是開放式的 那我運用了一些櫃體 然後地面的地磚 跟牆面的文化石 來區隔這個空間就是玄關 就是玄關 好 你講到櫃體 觀眾朋友就要來想一下 你剛剛有講過 在這個空間當中 幾乎90%關於櫃體的部分 通通都是系統櫃嗎 是的 像你現在 目前看到的這座系統櫃 跟旁邊這邊的系統櫃 完全都是系統櫃來打造的 對 怎麼可能 它的質感好好喔 對 因為我們要提升它的質感 所以在這個門片的部分 都繃上皮革 對 所以系統門片 材質也可以選擇皮革 是的 所以像在這整座的櫃體當中 我中間把它區隔開來 搭配上這些大理石的食材 對 它的整體的華麗感 就會提升上來 而且這個地方 你讓這個轉角沒有光線的空間 還是變得很明亮 這個地方呢 其實它是一個衣帽櫃 因為它在最角落 所以我們在它的門片的部分 加上了鏡面 讓這個角落呢 它的空間有放大的效果 而且它這個鑼鏈是180度可以開的 對 這樣可以完全開啟 方便屋主它好收納它的衣服 給我其實你打開看一下 它這個L型的轉角空間 其實收納的量真的滿驚人的耶 是啊 像這座櫃體的部分呢 它除了收納鞋子之外 它在旁邊另外還有穿鞋子的設計 在哪邊 在這個地方 藏得好巧妙喔 對 它這是穿鞋 那上面的話就是抽屜 方便屋主它收納一些鞋靶 鞋油一些飾品 小東西 像這個它應該也算是 屏風的功用了對不對 對 它的櫃面也是用這樣的皮革 所以質感覺得很好 很精緻 打開的收納量如何呢 其實它打開它的收納量 可以容納很多的鞋子 對 像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座櫃體 它的垮距比較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它的層板的部分 都加裝了一些鋁條 對 避免它也要長期使用下來 層板會有自然彎曲的狀況發生 而且邊邊包這樣子的金屬質感 也會覺得它的整個價值有提高了 對 誰說系統櫃真的做起來 就要像系統櫃 這個做起來的這個低調華麗質感 真的滿出乎一般想像的 而且下面還做鏤空 對 因為大量的櫃體 它會有局部的壓迫性 所以我們在這個下面 把它斷開來 放上飾品 然後提升這個整個 玄關空間的感覺 你知道這個玄關的穿透感 除了在這下方把它斷開來 有穿透的效果 它旁邊也用珠簾 做了一個很棒的端頸 所以你的端頸 我覺得是很有變化性的 不是就單一元素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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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